oh oh simple music cha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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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music chat oh oh simple music cha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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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music chat 歡迎大家收看simple music chat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希彤 我是美琳 我是Tommy 要扮美琳先 她很青春的 你們都很青春 經常都不告訴我 你們為何要穿這麼青春 她而已,我今天都不青春 我下次就青春給你們看 好,今天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 問一些關於愛情關係的問題 美琳最喜歡回答這個 我喜歡問的 我喜歡問的,不喜歡回答 所以Tommy,你先回答 我先問 我想知道 究竟在開展一段愛情關係 有些人覺得我是一見鍾情的 有些人覺得 我要認識久一點 慢慢培養一下感情 有些人覺得 一起了再培養感情 我自己是要認識久一點 知道詳細一點 再加一點藥物反應 才可以一起 不可以只是因為認識 我覺得這個人很好 但沒有感覺 簡單來說 感覺到心跳 Tommy是怎樣的 我絕對不是一見鍾情 也不崇尚一見鍾情 我認識一個人 我就跟他聊天 可能沒甚麼 但如果認識他的生活 原來他有些很奇怪的事 對我來說 我真的無法承受 可能他有些很奇怪的性格 或者舉動 因為我覺得 要開始一段關係 我是要考慮很慎重 要想很多事情才會開始 我覺得無謂大家… 即是單純那麼久 你是不是 對… 真的說這些 所以我覺得無謂大家 開始了 開始了之後才發現 那就更差 所以我絕對不是一見鍾情 我可能要相處一段時間 才會再考慮開始 對… 很快就交代我吧 我想三年前 我只是相信一見… 你就開始單身了 是嗎 不是 我是單身了永遠 但三年前 我就覺得 一定是一見鍾情 我覺得是 第一眼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了 慢慢就會人長大 你發現 在那裡三十年前 人長大 她本身三年前的Mail Linger 只有這麼高 現在多高 你才發現 原來了解真的很重要 雙方的… 不要說性格 可能說生活習慣 其實你一起之後 都要磨合 妥協 你的意思是 三年前 你覺得 不是一見鍾情 是一見鍾情 三年前 我一看到一個男生 OK就像這樣 但不是等於英俊 有時候你真的說 看中那一下 有沒有心跳的感覺 當然 你選人人都會選你 從來都不會是相對的 聽完Tommy 這麼沒有養分的對話 我們要聽聽一些有養分的 節目內容 有請Pack哥 雷有輝 講講這一節 有回音 介紹一些經典的音樂作品 大家都知道 我是來自香港的太極樂隊 大家知不知道 太極樂隊這個名字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名字是我們的樂隊領袖 當然是我們的樂隊領袖 就是蛇哥 聖誕華先生 他小時候發夢 夢境在很遠的地方 看到有一顆光點 然後他就發夢夢到自己 飛過去 那顆光點就會變大 因為你越來越近 接觸他的時候 一飛到最近的時候 那個光點變成這麼大的圓形 就是一個黑白的圓形 陰陽的符號 所以就是這個 看到嗎 他在第二天 被這東西醒了 醒了之後 就在動高枕頭 在想 為何會發出這樣的夢呢 終於讓他誤到這個道理 就是要配合一隊樂隊 很多東西要配合 比如要配合人 要配合時間 以及要配合大家的地方 在一起 所以天時地利人磨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他就想了 太極 有光有柔 有黑有白 其實都挺配合一隊樂隊的風格 因為一隊樂隊 不只是只是快歌很厲害 也有些輸情的歌 所以也是有光有柔 有快有慢 又要配合人 有一種很圓的陰陽的感覺 亦柔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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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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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出唱片 很厉害 他基本上没有停歌 和依然是很活跃的乐坛 虽然他里面的队员有变过 因为其中最早期的吉他手 因为一次意外也离开了 但另外一位低音吉他手叫Peter Cetera 因为唱很多Chicago的歌 很有名 后来也做了一个独立歌手发展 所以近十多二十年的Chicago 都已经不是当时的阵容 但我也试过在香港十年前 看过他们来香港的演出 在湾仔会展 当时的阵容 当时也不是我小时候的阵容 但也有玩到70年代很热的歌 好像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 原来这首歌已经在出现他们的大碟里的第十张大碟 他们的大碟的名字就是Gundamber数 所以是一些罗马数字 这首大碟是一个X字 就是罗马数字的10 其实我喜欢Chicago 反而是早期和中期 所以很喜欢那种味道 即是开始有少少吉他 有些鼓和Bass 突然有些 有那种震撼力 去到后期 这种吹口的部分 反而越来越少 可能因为他的监制又转了 就用了一位叫做David Foster的朋友 大家如果熟悉这位朋友 都会知道这位朋友是很专注在钢琴上面 又或者是做一些电影配乐 所以比较上是多一些输情 或者是一些中版一点的歌 就会是比较上是专长一点的 这次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 都还有很多吹口的部分 都还有很出色的一种风格 这首歌是由他的低音吉他手 Peter Cetera 所作的 也是由他主唱的 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的一首歌 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是一首很舒情很有味道的歌 希望这个介绍适合你心水 今集的Simple Music Chat很开心 就是请到后卫宁Conny 你好 Hello 首先要很感谢你送了这张很漂亮的歌 而且这首歌名是非常有趣的 我认识了很久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讨论了很久 说脱单前的六个月 我们有幕后的人员就说 六个月已经拍了 那个幕后的人员是你是不是 他的爱情是否来得快去得快 来自都市爱情可能比较快 但我就说不是啊 六个月好像都可以啊 我想问一下Conny 首先你的概念就是为什么 脱单前是六个月呢 不是十三个月呢 我自己也是挺内念的一个人 我比较喜欢观察 尤其是认识新朋友 或者是异性朋友 我觉得是大家是要了解多一点 其实六个月都刚刚好啊 因为我都认识了一些朋友 他们说六个月就已经拍拖之后闪婚 因为可以闪婚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六个月时间都是 足够了解一个人 究竟跟对方是否适合 但你会从对方的相处之中 怎样去摸她的性格 了解到她 是了解她的性格 因为我有时会从一些很小微的位置 可能说她真的在餐厅 怎样跟你私人说话 这些例子 是的 也会 还会有 也会反映到她本身的性格 究竟是否很大脾气 有没有礼貌 有很多细节的事情可以留意到 但是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说拍拖之前的时间 两个人如果由相识去到好感 总是有一些感觉 你会察觉到 但是你又不是很肯定 有些化学作用 是的 可能觉得她跟你分享一些她的经历 还是她真的当你一个朋友 还是真的觉得大家有心去互相了解 是的 其实我一开始听到歌名 我以为是一些很悲哀 很寂寞的歌 但是我就认识你的歌词 而且也发现你是有份填词 是的 其实这些歌词真的写得挺好的 尤其是喜欢开放 其实比较直接 就是挺独中那些女生的心声 是的 她好像慢慢和我们说她的过去 那是否想让我们知道多些她的东西呢 是的 就会有深思思的感觉 是 很少女的feel 其实原来是曖昧的感觉 是的 但是其实她里面的歌词都说到 其实她又有点担心 可能是会错意 现在很流行暖男 究竟是只是暖你呢 还是暖死了全部女生 全部人都暖 那会觉得可能会认识了 还是她只是 gentleman 反过来男生的角度 还是这个女生只是温柔体贴的 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是的 原来是本身很有礼貌的 如果认识了 那可能朋友都没得做 那怎么办呢 就很尴尬了 是的 你有没有试过吗 我试过被人误会了 就是我很同一个人分享一些东西 但是真的纯粹想分享 但我感觉到有点不对路 就是她觉得你对她有意思 是的 那我就跟她说清楚 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 那你很受伤吧 但我觉得早点说是好一点的 就是因为如果… 你真的直接说吗 你说我真的对你没有意思吗 就是我觉得我… 我当然不是这样说了 我可以直接跟她说 我真的对你没有意思的 是的 我会跟她说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奇怪的氛围 那是要谈的 我觉得也很好的 因为坦白了 不然再这样下去 就会让大家连朋友 真的做不到 是的 但我真的… 不好意思很快想问你 你觉得你作为男性 何嘉明 脱单前你应该六个月是太长的 还是… 我觉得是会认识那个人 但我觉得长一点时间去观察那个人 我是很认识的 因为我也是这些人 你会不会一次过观察很多人 可能你会但我不会 是的 我没有这些能力 希童就说想了解一下 关于创作的方面 是的 因为我知道这次是你第一次写一次 以及第一次真的播放的 就是两个范畴有份 作曲和填词一起是第一次的 这一首 但是你写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会写这个题材 或者你创作的里面 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始创作 又为什么会想到是这个方向 其实在创作来说 我也是属于很初过的 以往其实在入行之前 我也是重复在唱 唱一些商场 或者是晚宴 但是发觉呢 尤其是去到疫情 真的叫做经历了事业上的低潮 因为很多实体的工作表演 都是一下子就没有了 但是其实也是要一段时间 重新去摘取自己的东西 觉得不如就趁着这个时间 去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东西 反正我小时候 是脑海里面也有很多旋律 但是也挺零碎的 趁着有时间 把自己这些音乐去整合在一起 然后慢慢去接触 其实作曲也挺好玩 但是那时候 其实在社会的气氛底下 自己的情绪方面 都是比较深的方向 而且也是不停在调整自己的心理 变成那段时间的曲风 是会比较偏向理性的主题 或者是显现自己成熟的一面 初初第一首作曲叫做《断舍尼》 慢慢经历过 其实比较苦劫的味道 我觉得是大家都不想的 其实是希望在社会上 或者疫情都可以大家苦尽这么久 所以不如是时候有点甜味 其实自己也单身了一段时间 不如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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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很尴尬的 我觉得其实要有点甜味 因为本身我自己二姓缘 我觉得一般的 在想 以往可能拍拖的一些经验 发觉呢 反而是被追求的那段时间 是比较开心一点 是 各个女生都是这样的 应该 因为她会很遭你 觉得是关心你 真的想了解你 那段时间会拖长一点 也挺好 真的 快点确认那个身份 也会的 有人也享受曖昧的时间 是啊 其实也挺有趣的 压力没那么大 那段时间 你身份上又不是大家是情侣 或者是拍拖 你又有自己的自由空间 你不需要和她交代任何事 但如果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你忙的时候 你没有听电话 她会很紧张 告诉她你在做什么 怕对方会担心 那方面的压力呢 在改变的时间 或者脱单之前 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 我觉得 我想问一下 因为这首歌 Custin Phone帮你做监制 那编曲也有Nick 应该不是第一次合作 跟Custin应该有 之前也有合作 Custin就合作了很多次 Nick吹是第一次 我觉得也很棒 这个R&B曲 因为我也认识Nick 我和他好朋友 他的吉他应该很适合 R&B的歌之中 很棒 是啊 没错 还有我想问一下 一开始可能出现 你太快过 即是翻唱一些歌 到你自己开始创作 即是多了时间 创作自己的歌 你觉得心态 或者唱歌 譬如入到露音室 那些感觉有没有有什么不同 在以前翻唱的作品 我会觉得是 着重他歌曲原本的感觉 因为其实一些翻唱的歌曲 或者是很经典 其实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次 很多个版本 那怎样会令到他们觉得 是有原装的感觉 可以唱出那个味道之外 又要加一些自己的风格 或者重新编曲 其实是好玩和特别的 这个经验 但是在Hifi的角度来说 其实很多声音上的细节 都是比较仔细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令到我去创作自己原唱的作品 可以保留这些很细节的地方 另外就是原创方面 就是自由度可以大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去唱 当然这个方法又可以和监制一起沟通 究竟是否能够成功的呢 Custin其实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因为我们很小时就认识了 由十多岁玩歌唱比赛的时候 我们已经认识了 我也挺了解他是很擅长 R&B曲风的东西 唱歌很好听 他也是很厉害的 而且是在那个创作 我们不只是音乐 因为他也是很搞笑的人 所以变成我们累的时候 或者是沟通 基本上会说一些完全没有迷迷的东西 之前的创作可能是很正经的歌词 他就会塞一些你吃了饭没有 在街上买面包的那些 所以大家就会找些东西来玩一下 对 找些东西来玩一下 其实气氛是轻松的 我觉得在越松的状态之下 没有那么大压力 是 那个创作的空间 或者是想到的东西会更加广泛一点 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做歌 又是另一种 就是大家一起工作一样 是很开心的 真的吗 不如交个时间给Condy 好 和我们现场演艺的首新歌 好 我们更加深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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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不在 缘的不在 情侶远以后 我们更加深奥 好 来到我们第十九集数榜的时候了 是啊 我们事不宜迟 第十位 有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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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 Liu的这首《高别色》 他用了一个Dream Pop和Pose Rock很迷的感觉 他给大家有一个空间 如果你面对你最爱的人 在最后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些什么呢 而第九位 就是来自陈天奥的《Our Last Day》 就是说一些情侶之间 将每一天一起度过的时刻 都是当是一个最后一天去度过 而第八位就是 謝安琪的《来不开》 亦是她第一次 自知成立唱片公司的第一首作品 就是说一些 我们要用一些 比较坦然的心 去面对 去承在生活中的喜与哀 第七位 有葉巧琳Misha的《怪物》 就是《深手版》 Misha的歌 一直都多变的 这首《怪物》就是说欲望 说人的欲望 对 去到第六位 就是陈柏宇的《唇白》 意思就是说 人生之中都会失去很多东西 面对很多的失去 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大家就去认识当中的歌词 去试微 去到第五位 有莫文慧的这首《妇女新芝》 这首歌很棒 对 继续她2000年出过一首《妇女新芝》 当时的妇女 真的逛街、吃、玩、睡、 或者很重视爱情 但到了2021的妇女 不再是爱情至上 是一个有思考的女性 很棒 来到第四位 有一改她们的曲风 就是《Hers》 这次出了一首很不同 平时的风格 叫做《漂流浩》 就说我们有时都可能很漂流 有一个很自由的心态 所以这首歌曲风上 其实都会是一改以前很风险的曲风 就变成一首比较有画面 和一首比较静的一首歌 接着到第三位 有我们的很好朋友 安俊豪的新歌《可以》 就说一下面对很多 其实我不想做 我不想做 我不想说的时间的情境 其实都被迫要说 可以啊 是的 那说是可以啊 那当然是《I wish》 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是的 第二位 Jace、陈海荣 《I wish》 都是她的风格 一首非常粘弱 就说我们 都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I wish》 来到我们今集的冠军歌 我们恭喜张敬軒的这首 《Sweet Escape Aftermath》 就说大家可以逃离这个荒谬的世界 有一个钢琴的版本 不如我们一起去听听张敬軒的《Sweet Escape》 《你喜欢看听钱》 《�들 Hist remainder》 我们也期待Cornie再出新歌的时候 快到《Simple Music Chart》了 永遠藏著我 永遠藏著我 我們也期待Cony再出新歌的時候 再來我們《Simple Music Chart》 大家記得鎖定我們的節目 是逢星期三晚的九點 在《Simple Music Chart》、VSimpleTV FB、我們的YouTube和Facebook 都可以看到的 我們就一起下星期三見 要這首席了 Bye Bye 六個月 絕對這六個月